相信尾款人、吃土人们怎么也想不到 挖掘机竟成了今年双十一预售的爆款 据阿里巴巴统计资料显示 在天猫双十一预售首日 淘宝微型挖掘机订单数同比增长150% 成交量同比增长约140% 而这些挖掘机中有九成来自山东 据大众网海报新闻 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成交的山东育工机械生产车间里 100余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公司爆款 微型挖掘机 为双十一备货 育工机械负责人孟宪贺说 今年备货量大概是去年双十一的1.5倍左右 双十一预计成交额将达到1600万至1700万 出货量预计将超过400台 另外都市青年们一定想不到有这么一群年轻人 专门守在直播间里等着他们的带货主播介绍挖掘机 大学毕业后 韩广飞曾在阿里经济体生态工作 2015年他辞职创业 利用几年的工程机械产业优势创办了撒澳企业店铺 主打鸭路基这一产品 韩广飞介绍 现在他们最起码要提前两个月开始筹备 包括增加库存 挑选适合双十一销售的型号等等 他表示 这几年淘宝店铺的成交 在整体成交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增加 随着电商的成熟和物流体系的完善 如今大建物物流让商家望而却步的障碍 基本都已被清除 东吴证券指出 10月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厂商排产同比增加40%以上 依旧呈现较高的增长率 随着四季度被祸际的到来 以及基建复兴效应的逐步显现 预计挖掘机的销量将持续保持旺盛状态